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沉默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卧室里的小男孩 2003年的秋天 在经过不懈的努力 我终于是升到了初二了 我所在的那个中学啊 叫清河镇中学 上学的时候呢 我是典型的一坏孩子 抽烟,喝酒,打架 办公室可以说是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了吧 在我们学校门口啊 有一个小吃部 一般呢 这个东北乡村多为存在 就是一个小饭馆 两间土房子构成的 那个老板呢 是一个接近40岁左右的一个离婚男人 我们呢 习惯称他为老冯 因为我们几个呀 整天都到他那去吃饭 所以大家关系相处的是还是不错的 当时因为这个学校里边呢 安排有晚自习 所以很多学生啊 就选择住校 住校嘛 因为可以啊 减少回家的路途 又可以在学校里边呢 多一些学习时间 当然了 我也是启动了一个 而我的目的呢 不是像他们一样啊 可以在学校里边多多学习 我下课了之后 经常跑到老房的那个餐馆里边 打排抽烟 吹牛 大概是在开学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吧 在老冯的那个餐馆里啊 我碰见了我这辈子最恐怖的一件事 我竟然撞鬼了 我记得那天呢 是周五 我们照例呢 上完了晚自习 我 二强 金龙 小伟 还有小勇 我们五个人 来到了老冯的那个小餐馆里边 准备着打会儿铺铺 老冯呢 简单的跟我们交代了一句 然后啊 给我们扔下几包烟就说了 今天晚上啊 这地方就交给你们了 好好给我看家 二强还打气的就说了 就你这破家有啥个看的呀 就那几个破盘子破碗 老冯却着哈哈一笑 说 小子们呐 今天晚上 是不是不想出屋了 接下就听见老冯在外边哐唱的一声 把门给锁了 老冯竟然把我们给反锁在了屋子里边 我们几个的人呢 当时是对视了一下 但是 谁也没说什么 继续的打我们的扑克吧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几个打扑克 一直玩了大概十一点左右 玩的也有点累了 就躺在炕上啊 准备休息 二强这时候说了 这间房子里边 是不是就为我们五个准备的呀 哎 你看看 就这扑炕 要是再多睡一个人呢 肯定是睡不下了 大家伙像往常一样 瞎贫了几句就相继睡去 可是大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我隐约的呀 就听见厨房的地上有声音 因为这是一间土房的嘛 这耗子可以说是这房子里边的常客 我也没有在意 可是这个声音呢 是越来越清晰 那个声音肯定不是耗子的声音 因为耗子的声音我听得太熟悉不过了 好像是 是人的脚步声 那个脚步声很有节奏 我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左右环视了一下 我发现炕上 小尾 二强 小勇 金龙 他们几个都在 而卧室的房门呢 又是上着锁的 也就是说 根本就不可能有别人能进得来 如果有的话 除非 这个不是人 地上的脚步声 一步一步的 好像是在向我这边靠近似的 他 他 他 此时此刻 我已经贪软在炕上了 我缓缓地把被子 盖在了自己的头上 我不想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啊 竟然抓住了我的脚 没错 这个东西抓住了我的两只脚 而我能够感觉到的是 抓住我脚的 就好像是一双手 我也没敢睁开眼睛 只是本能地 将双脚慢慢地收回来 而他呢 却是再一次猛地给我拽出来 此时此刻 我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勇气了 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一切 实在是让我不敢自己相信了 因为卧室里边竟然站着一个男孩 此时此刻 屋子里边的空气仿佛都已经凝结了 突然之间 那个孩子对我做出了一个阴森森的笑容 然后就慢慢地朝我爬了过来了 在之后嘛 我就不记得了 因为我晕不去了 等早上醒过来 大家都开始收拾东西 而我也是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准备回家 在那件事情过去了好长时间之后 我才打听到 那天晚上我碰到的 其实呢 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而是老冯的干儿子 夜里边呢 自己住害怕 就来到这个小餐馆里边 想找个地方睡觉 无奈 他没睡觉的地方了 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当我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私下里边找到了老冯的那个干儿子 当然了 肯定是把他给胖揍一顿了 说到这儿呢 这也算是我的一次撞鬼经历了吧 当时呢 是特别的害怕的 因为不知道他是人是鬼啊 土人之间多出了这么一个小孩来 把你吓了一大叫 如果当时我要是知道 他是一个活人的话 估计当时 我就会把他给揍一顿 温馨提示 工作再忙 也别忘了买出彩票 买的是心情 存的是希望 碰的不仅仅是运气 更需要专业彩票预测师 为您提供专业的购彩计划 拿起手机 添加微信 CVKC1503 CVKC1503 让我们离西红市首富 更近一步